这个月4号在击打双溪大年一家廉价酒店发生的男子被勒死案 今天有最新进展 三名嫌犯严扣妻届满后被控上法庭 其中两人被控谋杀罪 另一名酒店员工则无罪释放 被控谋杀的分别是19岁的印裔青年和31岁的印裔穆斯林 控状指两人在这个月4号在双溪大年新城市发源一家廉价酒店内 致死了53岁的死者 警方根据酒店B6电视画面在案发6个小时后迅速逮捕三名嫌犯 两名乌翼少年光天化日下在公园抢夺一名残障人士的手机 20令吉和一个随身包还智商对方 今天被控蓄意伤人和偷窃罪 两人扶手认罪 罪成将面对最高7年监禁以及不超过2000令吉刑罚 随着抢夺视频在网络传开 警方13号晚上上门逮捕嫌犯证实他们有吸毒 警方也从两人的住所找到他们抢走的三星智能手机 由于两名被告都未成年 因此居卵法庭今天闭门临审此案 案件定在4月25号过堂 登州一队被控在两年前虐死一名两岁女童的巫裔夫妻逃过绞刑 瓜登高庭法官裁定 23岁的丈夫疏忽致死他人罪名成立坐牢15年 23岁的妻子无罪释放 两人被控在两年前的7月30号到8月29号期间 疏忽致死当时只有两岁的女童 女被告带着女童寻求治疗 诊所医生发现死者身上满是伤痕 怀疑他曾被人虐待 警方进入调查扣留了两名被告 NV7综合报道